首先我要做一個九手懲罰表之前 你可能要先做 一個是橫向的 一個是縱向的 縱向的話就是第一個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九手懲罰表的話 請各位注意 你不要一次就把它做到底了 你可能要先想想看 先一個回圈就好了 然後再來是第二個回圈 第二個回圈是 橫向的 一個是縱向的 最後的話你才再來去思考說 九手懲罰表怎麼把它跑 就是把兩個把它抽在一起 結果就是對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我們把縱向的部分做出來 再來看橫向的部分 所以首先我們這個地方 如果我要做出1乘1等於1 2乘2等於2 一直往下到9 那首先當然你要思考 如何可以剛剛好 跑出這樣的結果 那裡面的話 會變的部分 其實就是頭跟尾 頭跟尾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呢 中間的部分都沒動 有沒有 那中間的部分呢 基本上呢 我可以給它一個變數 叫做追 前面的變數都一樣 我可以給它一個i 有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你會發現喔 我可以給個初始值 因為我追全部都1嘛 所以我追初始值等於1 有沒有 那再來的話呢 我要跑一次就輸出一次 跑一次就輸出一次 那我可以for i 等於1到9 不過呢齁 寫後面這個方式呢 這個叫List List的話就裡面 可以放9個數字 但你也可以換成另外一個方法 用Range 前刮弧 START從哪一個 1嘛 逗點 到哪裡停止 到9 所以10 後刮弧 當然你後面也可以逗點什麼 逗點1可不可以 可以啊 不過好像有寫沒寫都一樣 乾脆不要寫 ok 好啊這樣寫完之後 那把它執行的話 它也就是1到9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print出來 不過print出來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放在回圈的裡面 因為你要每跑一次 就輸出一次 每跑一次就輸出一次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i 放在這邊 特別注意喔 外面一定要包一個轉型 為什麼要轉型呢 因為你for回圈裡面 產生的一定是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的話 你要先把它轉成字串 就是文字 再串一個x 這個x加上x 再串一個j 不過j裡面齁 但這個地方其實 j你也可以甚至不寫啦 其實你可以寫什麼 乾脆你就是寫一個這樣 其實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你乾脆裡面放個1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啦 主要為什麼要放個j 因為我們要配合 等一下就有這碼表 如果你不放j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沒辦法加個變數 所以這邊的話我就是 加一個j 1放進來把它轉型 後面串一個等號 放個等號 然後呢就是再加上 兩個相乘之後的結果 再轉成什麼 轉成那個也是一樣自串 把它輸出 所以這邊的話直接 執行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結果就出來了 可是有一個地方 可能比較重要 因為for回圈 這個地方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按下去 1到9全部跑完了 但可能有些同學 你的腦袋還沒轉完 結果就出來了 所以你會發現 最好是這個地方 跑回圈 假設它可以先停一下 有沒有 就像以前VBA裡面有中斷點 有沒有 我以前教VBA很常講說 如果你腦袋沒辦法跟上的話 請你讓它停下來 可是問題程式如何讓它停下來 很簡單 特別是說 在那個Eclipse裡面 如果你要讓程式停下來 要注意兩件事 第一個 請你在回圈這邊點兩下 這個叫加中斷點 中斷點 其實就是你程式需要停下來的地方 當然你可以把它拿掉 拿掉就點兩下就對了 OK 比如說我在回圈這邊 讓它停下來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你要怎麼讓它停 你現在如果執行的話 它還是不會停 因為呢 如果你在執行模式 它還是不會管中斷點 那什麼地方會管中斷點 旁邊不是有個蟲 這個叫做Debug模式 只有在Debug模式裡面 程式才會停止 並且它會告訴你說 那個裡面的變數 I跟J 現在變成哪一個值在裡面 特別重要 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能要注意幾件 這個中斷點 加這個 這個切換的話 在右上角 會有一個 除錯模式 跟現在編輯模式 它會切過去到這邊 所以等一下你要切回來 就直接切過來就可以 那我試一次給各位看 1中斷點 2這個除錯模式 按下去之後 它大概跑比較慢一點點 這個時候它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把它 切到那個除錯模式 選擇4 它會幫你切到有沒有 切到除錯模式 並且讓你停在這個FOR回圈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呢 這裡面的值會顯示出來 這裡面等於1 而且會是INT 告訴你 那我執行下一步的話 就是按這個 上面 或是按F8 按一下喔 它跑一次 跑一次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什麼 變數I出現了 它第一次是1 按一下 它是變2了 有沒有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底下的輸出那個主控台 不過它缺點是 它這個可能 視窗不夠大 所以你變成說你底下 那那個主控台也會被 什麼 在底下 所以你可能要拉一下 不然你可能要把它 再拉到別的位置去 然後再換下一個 有沒有 透過這地方 你可以了解什麼 了解這個變數裡面的值的變化 那目前當然喔 這個範例裡面的值 只有I跟追啦 比較沒有那麼複雜 不過以後的程式 有些是比較複雜的話 裡面變數非常多 你可以藉由 除錯模式 怎麼樣 可以稍微觀察一下 它的變化 讓它怎麼 又變了一個 I現在4 輸出的話 就4乘4 等於4等等的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最後 OK了 覺得我大概了解 程式的運行 那最後記得把它停止 停止之後呢 記得喔 要怎麼回去 在右上角有沒有 切回到原來的模式 按下它 又切回原來的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喔 要過去一定中斷點 加除錯模式 要回來記得 把它切回來就可以了 OK 這邊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第一個階段 就是 我們輸出什麼 輸出縱向的 第二步的話 才是輸出橫向的 橫向其實就是什麼 變成追 不過這個地方可能需要什麼 把這個結果串接 最後再輸出 那橫向比較麻煩 怎麼樣呢 你必須先把資料串串串串串 串完之後一次全部輸出 所以怎麼樣串完之後再輸出 這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中間 我需要讓它加上什麼 加上一個間隔的符號 當然你可以加什麼 四個空白 不過四個空白好像 會變成間距都一樣 我們可以怎麼樣 加一個TAB鍵 TAB鍵的話呢 有沒有發現 反斜線T 這個好像前面有講過 拖曳資源裡面有講過 OK 那這個地方會幫我加一個TAB符號 那請各位 先稍微試一下 待會的話 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 怎麼樣把99乘法表一次完成 先縱向的一次 然後再橫向的 那把縱向跟橫向拼湊在一起 那這個99乘法表一次就可以做完 試一下 樂隊 didn't 試一下